各位朋友大家好 随着乌克兰战士的长期化 中国对俄罗斯的物资支持作用是越来越重要 对此呢 3月24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峰会上 北约呢 他们除了宣布要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之外 在声明中还特别单独点名了中国 北约的声明说 我们呼吁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遵守联合国宪章 所载的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际秩序 不以任何方式支持俄罗斯的战争努力 并避免采取任何有助于俄罗斯规避制裁的行动 而且在北约峰会的前一天 北约秘书长就公开指责北京对俄罗斯提供政治支持 包括散布公然的谎言和错误信息 北约秘书长说 我们对中国官员最近的公开评论感到担忧 并呼吁中方停止扩散克里姆林宫的假信息 特别是关于战争和北约的假信息 并促进和平解决冲突 美国总统拜登也在布鲁塞尔的记者会上表示 他对北京支援俄罗斯感到担忧 拜登说 中国已了解如果他们在乌克兰战争中向俄罗斯提供援助 潜在的可怕经济后果将随之而来 拜登还提到他不久前和习近平的通话 拜登说他与中国主席习近平通话时并没有威胁对方 只是明确表示如果中国帮助俄罗斯的话将面临后果 针对北约对北京的点名批评 北京驻欧盟使团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 北京驻欧盟使团发言人说 乌克兰危机发生以来 中方本质客观公正的态度 为劝和促降停火指战 防止出现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 做出了积极努力 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时间将证明中国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而且北京驻欧盟使团发言人还特别提到了1999年 北约轰扎南斯拉夫期间 还误诈了北京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时间 提醒北约不要忘了他们当年干的事情 但不管怎么说呢 现在北京已经不是和美国一个国家单独的中美冲突了 越来越演变成北京和北约欧盟以及整个西方阵营的冲突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北京也干脆是破罐子破摔嘛 干脆要公开拥抱俄罗斯了 根据不久前的消息 俄罗斯外交部宣布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将率代表团前往中国访问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说 拉夫罗夫外长将参加3月31号在中国举行的 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议 这个消息是在美国总统拜登召集欧洲领导人 不过这次俄罗斯外长率团访问北京的名义 并不是去商讨乌克兰战争的问题 而是参加在中国举行的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议 所谓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议 是北京和巴基斯坦发起的商讨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上台之后 阿富汗的邻国怎么样和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进行处理外交关系 在2021年9月就举行了第一次的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议 是在巴基斯坦举行 参加的国家有阿富汗的邻国 中国巴基斯坦塔利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还有土库曼斯坦 第二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议是在2021年的10月在伊朗举行 参加的国家有中国巴基斯坦伊朗俄罗斯塔利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和土库曼斯坦 那么这一次第三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议是在北京举行 目前明确表示参加的除了中国之外还有俄罗斯和巴基斯坦 那其他几个国家是不是参加目前还没有确定的消息 不过呢估计伊朗这几个斯坦国啊没有什么意外 他们是会到北京去参加会议的 北京为了筹办这个第三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议呢 外交部长王毅还特地专程去访问了阿富汗 3月24号王毅就闪电访问阿富汗 和阿富汗的临时政府代理副总理就巴拉达尔 他就举行了会谈引起全世界的惊讶 因为过去北京在阿富汗问题上是比较慎重的 他不想陷入这个阿富汗的事情很深 所以过去呢北京和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 是保持有一定的距离 那么这一次北京外长王毅亲自到阿富汗去访问 就大大拉近了北京和塔利班政权的距离 因为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是一个反美国的反美政权嘛 北京突然和这个反美政权走得这么近 也说明北京要下决心和美国对抗 这次在北京举行的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议呢 其中北京、俄罗斯、伊朗、阿富汗、塔利班 都是十足的反美立场嘛 其他几个斯坦国和美国的关系也是比较疏远的 某种程度上这个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议 就是一个反美俱乐部会议 就是北京和俄罗斯牵头 要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反美阵营 和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进行对抗 与此同时呢 北京外长王毅又突然到印度进行访问 大家都知道过去一段时间呢 中印关系非常紧张嘛 主要是因为边境的流血冲突问题 这次王毅主动去访问印度 不仅是想跟印度改善关系 还是试图啊要想趁机拉拢印度也加入反美阵营 因为这次印度在制裁俄罗斯的问题上表现的不积极 而印度方面对美国这个态度也感到恼火嘛 因为美国说印度方面不积极 当然印度就认为美国这是干涉了印度的内政 印度一贯奉行不结盟政策 就是和美国俄罗斯都保持一个等距离外交 再何况历史上印度和俄罗斯的关系一直很好嘛 所以印度不愿意制裁俄罗斯 反而他想趁机还赚一笔 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呢 国际石油价格暴涨嘛 而俄罗斯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 他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石油很难卖 只好在国际市场上就是打折廉价出售石油 印度认为这是一个占便宜的好机会来了 最近几天呢 印度已经和俄罗斯打成了购买300外桶打折石油的交易 而且还希望在未来几周他们还要采购更多 印度政府说他们以折扣价从俄罗斯购进更多的石油呢 是为了抵消国际油价飙升的影响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 印度这样占便宜当然也是说得过去的 但问题是在政治问题上 印度这样的做法当然就遭到了美国为首西方国家的批评 也引来了印度对美国的不满嘛 那美国总统拜登公开批评印度也更让印度人不高兴 于是呢北京外长王毅突然主动去访问印度 就是试图利用印度对美国的不满 要拉拢印度也加入反美阵营 前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就发表英文推特说呢 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受到西方的挤压 印度迟早会成为下一个 民主无法改变印度作为非西方大国的命运 中国俄罗斯和印度需要共同努力 在非西方国家和西方国家之间建立政治平等 胡锡进的说法就是挑明了 就是北京要和俄罗斯印度 他们建立一个所谓非西方国家阵营 要和西方国家搞平等 就是要和西方国家对抗嘛 不过相信印度他是不会加入反美阵营的 因为毕竟印度有个不结盟的原则 但是如果美国要因为说印度没有制裁配合 这个制裁俄罗斯的话 从而对印度施加什么制裁措施的话 就会造成了印度和美国关系的疏远 那么所以我们整个这个国际形势来看呢 这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下就打乱了过去那个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 过去的一些朋友和敌人现在突然间都错了位了 但总而言之吧 在现在这个敏感的时刻 俄罗斯外长率领代表团去访问北京 也就意味着呢 北京准备要公开拥抱俄罗斯了嘛 现在北京也越来越感到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他们的敌意是越来越重 那么北京也就干脆是破罐子破摔嘛 干脆就和俄罗斯公开走到一起了 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也说过 美国对付北京就是一个软办法和一个硬办法 那么现在美国看来用这个软办法来对付北京 就是要想让北京主动放弃支援俄罗斯 看来这个方法是行不通的 那么美国就可能不得不采用硬办法 所谓硬办法呢 就是干脆对北京和俄罗斯一起制裁 这样呢就彻底和中俄为首的独裁阵营进行一场对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一场新的冷战就开始了 世界格局也要重新划分 好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欢迎订阅